現場朋友大家好 很謝謝大家今天下了這麼大的禮台 願意來聽 據說可能是最近這十年 會最重要的一本經濟學的作品 叫二十一世紀資本論的講座 那它同時可能也是最近最難讀的一本 一本很厚的專頭書 那今天很高興就是說 是讀書共和國跟新義房屋合辦的 這個關於企業倫理的一個系列講座當中的一場 那我們今天就是很高興邀請到 中研院社會所的副研究員林總統老師 他來幫我們講讀這本書 那不會只有講這本書 我們還會去講就是說 我們到底在台灣來講 就是怎麼從台灣社會的一個發展狀況 台灣的問題 怎麼跟這本書 二十一世紀的本論做故意 那我先介紹一下我自己 我是魏晨出版的總編輯瑞琳 那其實魏晨能夠出這本書 我覺得是一些偶然也是必然 就是可以先講一些就是說 講一下這本書出 為什麼會是由魏晨來做這樣 很有趣的就是說 其實我一直來講就是說跟各位一樣 我想說今天看起來來到這裡 聽這行講座的各位跟我一樣 我們都是一般的一個公民 那我們可能在社會的各行各業做各式各樣的工作 那對我們來說 稅制或是社會的不平等這件事情 有時候它好像是一個感覺 也就是你可能會在某一刻突然間覺得 看到一個新聞的時候 你會覺得這社會這麼公平 或者是在你身上可能是你的家人 或是你自己曾經遇過之前 或者是公司結束了等等 或是你覺得你的薪水 為什麼這麼多年都沒有漲 甚至可能薪水還會減少 那所以就是說有一些時候 你對於社會的公平正義 有時候是很實際的 有時候是一種感受 可是那到底什麼叫做公平正義 然後什麼叫做財富跟配不均這件事情 它的具體到底應該是什麼 那我想說今天各位來到這裡 顯然大家不是只是有一種模糊的感覺 是各位想要知道 那我們要怎麼具體的討論這件事 那所以回到說我作為一個編輯 其實這麼多年來做這個工作 其實我一直想要為台灣或說出版業找到 我們要如何能夠很真實的 很具體的討論所謂社會公平這件事情 那其實你如果從教育 從勞工 從房地產 到年輕人買不買得起房子 環境問題等等 農業問題 你所有的問題 有時候最後通常我們會回到一個很正確 就是稅制的設計 因為稅制的設計 它其實很微妙的在影響社會的分配 然後社會的財富的流動 但是跟各位一樣 我也是一個一般的人 所以我們不可能會懂稅制這種東西 其實我個人認為稅制跟貿易這兩塊 是非常高端的一些知識 所以通常我們一般人 可能頂多我們就是一個納稅人 所以我們會報稅 可是當你要去理解一個國家的稅制的時候 你會發現好難喔 我怎麼看得懂 我沒有辦法懂 也就是當大家在討論證所稅 資產稅等等 企業要不要降稅等等 這些事情的時候 我跟各位一樣 我會發現我的知識好少喔 我沒有辦法跟專家一樣 討論對社會影響這麼大的一個稅制 設計到底應該怎麼樣 所以對我來說 我一直想的就是 我作為一個出版人 我應該要做的是解放很多的知識 給一般的讀者 我希望能夠找到一個讀本 它能夠為各位解答 這個對當代社會很重要的稅制設計的問題 對 就是思考稅的問題 到底跟我們有什麼關係 那其實在幾年前 魏晨曾經出了一本非常小的書 也是法國的學者寫的 叫做《關於稅裡知道多少》 那其實我是從 其實那本書裡面 迪凱蒂已經出現過了 迪凱蒂已經在那本小書出現過了 那可以 所以可以知道說 它其實一個40歲左右 這麼年輕的一個經濟學家 它其實慢慢在累積它的影響力 那 但是我那時候沒有想到 我出的那本書當然賣得非常不好 就是大家的理解跟接受度都有限 但是呢 我沒有想到那本書會影響到 三年後我去做的這本 二十一世紀資本 而這本書目前在台灣大概 從它去年十一月出版到現在 金莊加平和加起來 但我賣了快四萬本左右 所以各位可以去想像說 這麼難的一本書 其實還是有這麼多人覺得它需要看 那你可以就可以知道說 其實當這個很困難的 這個題目 它有對的人 對的作者 對的時機 需要被討論的時候 它的影響力就出來了 所以各位從去年到今年後來就會發現 好多的新聞好多的新聞都在討論這本書跟這位學者 那所以一定各位也很想知道 那它到底有何重要之處 還有這個議題到底有多麼重要 我們需要理解 對 那跟各位一樣我也是 就是說 我很高興就是我因為做了這本書 我自己也學了非常多 然後我一直很印象深刻就是 我一開始看到那個書稿的時候 其實當時候他還 他在美國還沒有上市 他的那個美國版還沒有出版 所以其實全世界大家都在等 就是說 這個人被克魯曼點名 被美國很知名的經濟學家點名 被諾貝爾等級的經濟學家點名 說這本書會是未來十年最重要的經濟學著作 那大家都帶著疑問 世界各國的出版社都在等著看說 好 你會賣多好 你的影響力有多大 那所以那時候 我相信台灣很多出版社也在看 包括我 但是我一直印象很深刻就是說 我一看到他書稿的開頭 他在講你家族在講馬克思 我們怎麼樣從一個又一個古典的經濟學家 他們怎麼看土地 怎麼看資本 然後怎麼跟我們當代人 21世紀的我們現在生活的有關 我就覺得我好像被人家開了一槍 就是有那種就是 哇 有一個人 他生來註定要做我們當代的一個解讀者 就是他要來幫我們解讀這個社會 這個時代很重要的問題 那我就想說 他就是我一定要做的作者 所以我那時候因為英文版很有上市 我就跟版權代理說 我不管就是要多少錢請告訴我 我就是非做他不可 他就是我覺得我編輯生涯10年當中 遇到了非常強烈的 就是我覺得他是會對社會非常重要的作品 那果然就是說我決定簽下他之後 隔幾天他在美國就上市了 然後呢 他在亞馬遜就第一名了 然後所有人都嚇到說 一本在英文版他大概有700多頁 中文版也有快700頁 法文版有1000頁 這樣子的一個談稅的 談經濟學的 這樣子的一個大目頭珠怎麼可能賣到第一名呢 紐約時報排行榜第一名 然後什麼華盛頓又報排行榜第一名 亞馬遜排行榜第一名 大家都在說怎麼回事這樣子 可是我覺得大家都在說怎麼回事 那其實代表什麼 也就是我們跟世界上所有的公民一樣 我們都已經體驗到說 不平等這件事情 它不再只是一個感覺 它是一個很多人都想要去買下這本書 想要知道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的時候 也就是不平等它已經慢慢的 可能朝向不正義這件事情 那今天的講座 其實等一下那個 宗宏老師他會特別我們講的就是說 到底經濟不平等這件事情 它的重要性在哪裡 要從哪幾個層面去解讀 為什麼你我都需要去知道 然後還有就是 那這本書跟這個作者 我們要在經濟學的發展史上怎麼看待它 那最後會告訴我們說 那台灣的數據 台灣的現況 已經有哪些現象 可能在回憶或者是 可能被這本書預言的情況這樣 那我開頭的也就是先講到這裡 那我接下來就把時間交給我們今天的講述 那我們有歡迎林老師 各位晚安 我叫林中宏 那個現在在狀語究院社會研究所工作 然後呢我比較喜歡站著講 動來動去 然後就是 這樣感覺到 比較能感覺到各位跟我的互動 然後 剛剛瑞琳問我說這兩年 我通常會去 這個在很多的這個 公開場的被邀請去做一些 演講活動 多半是講些什麼 其實 其實我發現我 這兩年來我講最多的 都是講別人的著作 都是講我自己的研究 那各位不用擔心 我等一下會偷渡一下 我自己在做些什麼研究 但是 基本上我講的兩本書 這樣本書有點關聯 第一本就是 共產黨缺炎 就是我經常被邀請去 去介紹共產黨缺炎 馬克思跟葛斯的研究 然後另外一個就是 魏晨菲的 21世紀的資本論 那這兩本書其實有很大的 一個內在的關聯性 雖然說他們的時代不一樣 但是他們一直都要 其實都是企圖要去處理 這個時代 這個時代最 被認為是那個時代 最具有時代的氛圍跟最重要 對人類挑戰最嚴重的那些問題 所以這個 21世紀的資本論是一個非常成功的 例子 它很不好讀 我覺得即使在學術界都覺得它很不好讀 但是它命中要喊 就是說對付了這個時代最重要的問題之一 那我先講一下我自己 稍微講一下我自己 其實以前是在勞工團體工作過好幾年 我處理過很多勞資爭議 所以對於共產黨宣言 左派的思想內容有一些設立 然後在2004年的時候 我到香港科技大學去念書 那時候去念書的時候 主要的想法其實是 所以我的研究議題其實一開始就非常的明確 就是我想要搞清楚中國大陸的屏幕差距 因為中國大陸的屏幕差距很顯然是這個未來 非常有可能是主導中國大陸的社會變化的一個重要的因素 所以我去研究中國大陸的屏幕差距 我的博士論文其實是在寫中國大陸的屏幕差距 然後呢2008年我在博士後準備到回台灣找工作的時候 我就開始去找一些數據來看看 到底台灣這幾年來的屏幕差距是怎麼回事 然後做一個對照 然後2009年回到中央研究院 運氣很好 因為我寫中國大陸屏幕差距 大家好像覺得那是一個重要的題目 所以就找我去 就是很幸運的就直接很快就進了中央研究院的搜尋研究所 這當然是一個很不錯的工作 但是我回來的時候 我那時候第一個想法是 再接下去我要做什麼研究 我的想法其實跟PKD是一樣 我的想法是 我覺得我們這世代的年輕的學者 一定要去挑戰全球的屏幕差距這個問題 誰最先這是社會科學界的聖兵 誰先把他拿到手 誰就是這個時代的隱言人 就是領導者 在學術界 或成為一個巨人 我在這裡導讀他就表示是他比我更早做到的 做到這件事 2009年我開始在回顧這個全球的屏幕差距的估計的那個時候 我就發現 湯姆斯PKD還有他的一些合作者 Sais就是有幾個 好幾個的 還有當然還包括那個 阿肯森森 這個 其實他們已經領先 已經在這個行業領先了好幾年 他們在06-07年 就有一連串的這個學術論文 已經出版 是在做全球的各國的財富分配跟屏幕差距這樣的問題 當然不只他們做 實際上有幾個研究群 在這個方面是領先的 所以我那時候就 就新婚姻了 就覺得說人家領先好多年 所以就跑去做別的題目 等一下你會看到我現在做的 一些跟這個有點關聯的東西 不直接做貧富差距 可是做的是貧富差距的後果 其實各國的貧富差距惡化到底會帶來 對這個世界帶來什麼樣的影響 所以等一下各位會看到我用的一些數據 其實有一些是參考自 湯姆斯PKD他們的研究成果 為什麼說他處理了一個這個世代重要的問題呢 在去年我去參加一個全球的國際社會學會年會的時候 國際社會學會的理事長 其實是一個很開玩笑的人叫做 叫做Michael Proven 他有一本輸入我翻譯的 叫做那個製造單元 是講一個工廠體制的研究 那他現在是這個 他是2014年是國際社會學會的會長 他開頭的演講先講一個說 今年最紅的是3P 什麼叫3P呢 他就用英文講出來叫3P 第一個P是PKD 第二個P是President Obama 第三個呢是 就是教皇這個聖Francis 就是這個聖方記 他說這3P呢 在這一年裡面講的同樣的一件事 就是這個21世紀 對人類挑戰最大的一件 而且是人類自身導致的一件事 就是貧富差距 貧富差距是21世紀人類最大的挑戰 在2013年到2014年之間 這三個人 就是Tomas Peketti這一本重要的故作 還有這個聖方記 教宗 還有這個奧巴馬 全球最重要的政治領袖 不約而同說出了這樣子的一個 重大的一個 傳達出一個重大的訊息 就是宗教界 政治界 跟學術界的領袖告訴我們 21世紀是貧富差距的時機 就是我們非得要面對這個問題 這問題帶來非常聯動的後遺症 而且這個後遺症 必須要是在很大程度上 是我們人類自己去製造的 也是我們要解決的 所以這個是為什麼這個書 我覺得在這個時代 會變成一個反應時代精神的 一個重要著作 但是呢在這個背後 其實就是每一本書 在那個時代創下一個重大的 就是造成一個重大的風潮 或者一個思想的一個 變成是一個思想的重要的全員 還有一些很有趣的時代背景 所以 首先呢 其實不是每個時代都覺得貧富差距是一件重要的事 各位想一想 這個30年前台灣在經濟起飛的時候 大家一定覺得賺錢最重要 大家都一樣窮的時候 誰管貧富差距 就是有一部分能豎起來最重要 所以 這個 經濟不平等 並不是在每一個世代 都像我們這個世代 是如此的棘手 如此重要的問題 它只是在有的時候變成是重要的問題 那為什麼呢 什麼時候它會變成重要的問題 那其實有很長的一段時間 至少在過去的30年裡面 所謂的這個全球化的時代 有些所謂的學術上的說法是說 新自由主義的時代 評估差距不是個問題 它之所以不適合問題 是因為人們提出了各種各樣的說法 來忽視它 大家擺到一邊 先不管 怎麼叫先不管呢 其實所有的這些所謂的這個 我們今天的政治光譜所謂的左派右派 其實這中間有一個明顯的差異 一般來講右派追求的就是這個 所謂的左派是追求平等的 通常來講 比較注重平等 相對比較注重平等的 那個就是所謂的左派 然後呢 比較注重這個 這個 特別是這個經濟自由的 是那種被我們叫做右派 那在這個過程當中 實際上有非常多的這個經濟學者 或者是這個 當所謂的新自由主義的 所謂的右派的思想家 告訴我們說 經濟不平等 至少在2007年的金融海嘯之前 不是那麼重要 不是那麼重要 有一些基本的論述 有些論點 那我把它稱之為 忽視論或者是無效論 首先呢 對那些最窮的人來講 甚至對那些最窮的人來說 皮膚差距都不是最重要的問題 最重要的問題 問題是吃飽 是成長 是經濟成長 所以 這個 貧富差距呢 是必要之二 因為為什麼 因為貧政主義 往往 破補更嚴重 這個 特別是在這個 共產主義的世界底下 我們看到的是一個 基本上 成長率非常糟的一個狀態 所以 均貧可能比 富均 但是成長 還來得更糟 然後再加上 有些人認為 這個 特別是經濟學者 他們對於這個 人類的假設 就是來 就是認為人類 就是追求自我利益 人類是追求自我利益 所以 追求自我利益 當然會引起這個社會的 分配不均 這是正常的 那 因此 這個人類的自我利益的追求底下 當然 逝者生存 這個平復差距不太可能改善 那 到底這樣的說法 到底是不是 就是 人 如果說 我們人類的自我利益 追求自我利益 一個動能 到達了一個 沒有辦法改善 平復差距的地步 那麼 這其實我們做什麼 就是 變成是無效 所以就是 忽視論或者是 無效無論 首先要不然 經濟不整 不是第一數位的問題 否則 它就是 你做什麼也沒用的問題 那 這種說法 到底 是不是事實呢 這幾年 至少在這幾年裡面 有非常多的 社會心理學者 他們寄圖去做一些 非常有趣的實驗 想要告訴我們 其實 人 人可能真的不是 我們想的那樣 追求自我的利益 人性當中有一些部分 是有一種平等的道德感 它是隱含在人的 每個人的大腦裡面 所以我等下 現在給大家看的是一個 其中一個 或許各位在網路上會有注意到 其中一個 非常有趣的實驗 所以我 我罵你 我罵你 沒有關係 那個實驗室 這個 心理學者在實驗室裡養兩隻猴子 我不知道你們有沒有看過那個實驗的短片 心理學者養兩隻猴子 然後呢 他給第一隻猴子吃葡萄 第二隻有看到他第一隻猴子吃葡萄 然後 其實不是 他是第一隻猴子先給他吃小黃瓜 小黃瓜快 他吃得很高興 然後呢 這個心理學者就給第二隻猴子吃葡萄 葡萄比較甜 吃葡萄他自己吃得很高興 然後那一隻吃小黃瓜的猴子 看到另外一隻猴子在吃葡萄 他就用小黃瓜 去丟那個研究 丟那個在籠子外面的那個心理學者 跟他另外一隻猴子 他用他的小黃瓜去K那兩隻 去K另外一隻猴子 跟那個研究的心理學家 這段影片 如果各位有興趣可以上網去找一下 這個研究 類似這樣的研究 其實在這幾年 還蠻風行的在社會心理學界 為什麼 為什麼人們會去 這件事情 該怎麼解釋 那 目前的一些研究者告訴我們 是我們跟我們最親近的 臨長類的動物 就連臨長類的動物 他們也會覺得 貧富差距是重要的事 就是那個猴子 他看到你吃葡萄 他不會因為他吃黃瓜 肚子飽了就滿足 他看到你吃葡萄 他吃的是黃瓜 你可以說如果按照經濟學者 都是你們效用都提高了 你有的吃你效用都提高了 問題不是這樣 問題不是吃飽而已 問題是 我看你吃葡萄就不爽 然後呢 我不覺得我吃黃瓜 是一件公正的事情 所以我會拿這個 我寧可不吃 我拿黃瓜丟你 所以 這個採血心理學實驗是證實了 就是人 就是我們人類的近親 就連猴子 臨長類 他們的大腦裡面 都發展出了一種 你可以說是相對剝奪感 或者是正義 某一種很素皮的正義感的一種 大腦的機制 就是讓人家覺得 不公平的時候 心裡很差 心情很差 就想要造反 想要 想要拿東西丟 想要拿黃瓜去丟 吃葡萄的猴子 所以 但是 社會 就是那些 所謂的神經心理學家 或者是這個 社會心理學家 他們用什麼方式 來解釋這個行為 他們的解釋 大部分是來自於演化論 也就是說 必定有某一些合作 跟公平分配的機制 存在於一個社群 就是臨長類 包括人類的社群裡面 這個社群才有辦法存活下來 否則的話 這社群當中的弱者 可能會因為這一個 各種各樣的災難 或者缺乏糧食 各種 當你缺乏這種公平分配的機制的時候 會讓這個社會當中最弱勢的人 遭殃 而強勢的人 是不可能只靠 不可能只靠自己出國的 實際上 他不是靠弱勢者出國的 所以 這個是 這些社會心理學的研究 告訴我們 是人性當中 或許也有追求自我利益的成分 但是 至少他們有一部分 人腦當中有一些部分 反映的是 對公平感的追求 人類有一種 源自於基因的 源自於生物的發展原因的 一種公平感 所以 這個也顯示說 這個 這種公平感的存在 是人類這個社群 存活下來一個很重要的部分 所以 這個是 實驗經濟學裡面告訴我們的 就是說 對於人性的假設 經濟學者一開始就是錯了 他或許不是錯的一太糊塗 但是他錯了一大半 那這個錯誤 我們目前 我們上一個時代的 所謂新自由主義的經濟學 正是奠基在這種 對人性智力的錯誤假設上面 所發展出來的一套學說 他告訴我們 直到我們經濟該怎麼分配 那這個後果是非常嚴重的 那 但是實際上 不平等 通常 不平等這個議題 會變成是一個 大家認真討論的 嚴肅的話題 都是來自於 大部分情況下 是 所謂的實施造人學 通常各位去觀察 人們 就是特別是政治家 為什麼他們會去關注這個 社會不平等 或者是貧富差距的話題 通常就是 他們面對非常大的 一個世代的危機 人們會重新再去提起貧富差距的問題 會把貧富差距再度拿到檯面上來當作首要的問題來處理 從2007年的金融海嘯以來 這就是一個非常好的時機點 我說為什麼 二十一世紀資本論 不只是說 PKT這個人 就是 非常精確的抓準 這個 不只是他很努力的研究而已 而且他非常精確的抓準了這個時代的時代氛圍 跟這個 重要的社會科學 在這個時期 重新又回復了一個重要的議題 就是重新回到經濟不平等 2007年金融海嘯以來 其實我們看到的是全球 再次陷入了一個政治動盪的時期 從這個茉莉花 從這個 歐二 就是烏克蘭 一直到這個 太陽花雨傘運動 就是各位可以去看一下 在這幾年裡面出現大規模的群眾運動 就是在這一波 在這個社會動盪裡面 很多的議題都是跟融幕差距的惡化有關的 而且這些議題 實際上正是因為這些議題 導致 人們這麼急切的想要知道說 二十一世紀資本論到底說了什麼 他到底有沒有辦法幫我們解決 我們今天所面對的全球的又一波的政治動盪 上一波的 像共產黨宣言 他會變成是一個重大的 影響全球的一個重要的 其實是一個非常小的讀本 原因就是因為他是1848年 那一波革命蜂巢當中所誕生的一個重大的作品 他嘗試去解釋 那時候資格主義其實才發展到重途 甚至才剛開始的時候發生了什麼嚴重的問題 所以這個書的我覺得他最關鍵的一個時代感就是說 我們這個時代 他就是鄭重了我們這個時代的要害 二十一世紀初 人類面對一個重大的問題 就是全球的資本主義成長突然停頓下來 甚至情況再惡化 連中國也不能幸免一難 然後這個下一步 我們真的要認真來面對 在這個大餅做不大的情況底下 要怎麼分配 我們的生產剩餘 我們的這個利益 那但是除了除了十幾點跟這個人們腦子裡面存在的平等公平感的這種理由之外 還有什麼理由是我們覺得不公平真的是個問題 那接下來我要給各位看一下就是我自己研究當中的一些部分 就是到底社會不平等 他在人類的各個發展層面上面會造成什麼後果 那其中一個就是 其中首先我們要面對的一個問題是 人們到底怎麼測量不平等 那等一下我們看的大部分都是來自於同一個測量 就是基尼係數 基尼係數其實PKT也用了一些 但是他用了很多 有一些理由 但是讓他是更傾向使用那個百分之一百分之五的最有錢的人 在所有的GDP或者是所有的這個國民所得 就是National income裡面到底還有多少種 但是另外一種做法就是基尼係數 這是我自己研究的一個部分 就是 我好像沒有辦法上網 這個基尼係數其實是來自於一個所謂的勞羅斯曲線 就是給各位介紹一下 我現在沒有圖可以用 就是 把人從 就是把我們把全社會的人 或者所有的家庭 他所賺的錢 從最窮的排到最有錢的 那麼如果所有的家庭的增長 都跟這個 所得的增長跟家庭的增長一致都是平均的 那我們其實會得到一個45度線 就是所得跟家戶 排出來會變成45度線 因為每一個增加一個家庭就增加一份所得 這時候所有的所得都是平均的 所以它是一條45度線 然後如果越不平均 比如說最後一個人拿走所有的家庭所得 其他的人都沒有所得 那麼我們就會變成是一個直角 我們看到的其實是一個直角 就是 所有的人都沒有所得 最後一個家庭拿走了所有的錢 所以就變成是一個直角 所謂的基尼係數就是 就是從45度線往下掉的這個弧度 這個裡面的面積 叫做勞倫斯曲線 那這個曲線 剛才那個所講的就是兩種極端的情況 第一種就是 就是所有的家庭 從第一個家庭到最後一個家庭 所得都是平均的 所以是45度角成長 那麼勞倫斯曲線實際上就是貼著這個45度線 也就是說它裡面的面積是零 所以基尼係數就是零 那勞倫斯曲線往最後一個人拿走所有所得 那就變成是一個直角的三角形 它是整個面積都是個直角三角形 這個時候它的所有面積就是 勞倫斯曲線等於是佔掉所有的這個底下三角形的面積 這時候的基尼係數就是勞倫斯曲線面積 所佔這個三角形的面積的比例就是一 所以所有人拿所有的家庭當中只有一個人 拿走所有所得的極端不平等的情況 就是一 基尼係數就是一 所以基尼係數是一個零到一之間的一個連續體 這個要看說我們把所得排列之後 所得到的面積有多大 那各位看到的這個是全球的基尼係數 目前的平均值大概是 我這是用一到一把 就是剛剛的零到一換算成一到一把 就是百分比的概念 這裡的基尼係數各位可以看到 其實全球的基尼係數平均值大概是 0.38到0.39 這裡是38到39之間 有些非常極端不平均的國家 這百分之六十幾 那曾經有人這麼說 說聯合國有某種報告說 這個基尼係數超過0.4 就是就會導致社會動盪不安 我可以跟各位打爆料說 0.4絕對不是一個精確的可靠的指數 因為其實全球的平均值這幾年都很接近0.4 那你也可以說全球都很動盪 也沒錯啦 但是並不是說越過0.4 比如說中國現在官方數字是0.47級 然後民間數字就是 美國一些學者測得是0.53級 那樣高的一個基尼係數 它確實會導致社會動盪 但是並不是說有一個很嚴格的數據 可以證明說到哪個點以後 這個社會就會崩潰 沒有這樣子的 沒有這樣子的 不一定是那樣 不是那麼直接 必須要有很多因素配合 但是呢 這個可以給各位了解一下說 全球的平均差距是一個大概怎麼樣的狀況 在過去的20年裡面 大概30年裡面 所得的基尼係數 這是最後所得的基尼係數 全球的最後所得 家庭最後所得的基尼係數 平均值大概是從0.34成長到逼近0.4 也就是全世界大部分的國家 在過去的30年裡面都經歷了一個非常嚴重的 平均差距的惡化 包括台灣在內 各位等一下可以看到一些 等一下我們會講到台灣的情況 另外一個重要的概念 就是GDP的組成 等一下我們會再講PKD的時候 再回到這個問題上來 這是全球的GDP實際上目前的組成 各位可以看到 這是美人平均GDP 人均國民所得 其實大部分的國家都是在這個 這是國家的數量 大部分國家都在這個最後一槓 就是1000 大概1000美金以下 也就是說全球的平均差距是很嚴重的 你如果用國跟國之間的所得 當作一個標準來看 它這個基尼係數是很 就是有錢的國家拿走很多 然後沒有錢的國家在 在這邊是幾百個國家是在這邊 220國大概100國是在這裡 畢竟1000美金以下 平均值 過去的20年的平均值 所以全球的貧富差距 實際上是高度的集中在 全球的財富跟所得 高度的集中在那些開發國家 非常少一戳 在2萬美金上的那個部分 那我們就有一個問題 就是說 是不是 到底平均差距跟經濟成長 有什麼關係 是平均差距越大 經濟成長越好 因為人們過去曾經有過這樣的說法 就是 你沒有平均差距 沒有激勵機制 人們不會努力去工作 所以平均差距大的時候 大家會更努力去工作 這樣說真的說得通嗎 各位可以看一下這個 這個是剛才我們看的 人均GDP的 取得對數之後的人均GDP 這個是經濟系數 它是一個負協率 也就是說 那些平均差距最大的國家 平均差距最大的國家 到了0.6、0.7的這一些 是在整個經濟成長上面是最糟的 那些比較平均的 特別是北歐 NOR IS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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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以色列 就是有一些儒生寶 一些最平均的國家 經濟系數最低的 0.2幾的 這些國家的人均GDP是最高的 也就是說 過去30年左右的統計數字告訴我們的 其實是 貧富差距會對經濟成長造成負面的影響 貧富差距會對經濟成長造成負面的影響 除了 最起初的 就是從非常非常平均的地方 開始起跳的那一些 那種 那種貧富差距 它是不會影響成長的 它可能會對成長可能是正的效果 但是呢 經過了30年之後 那些貧富差距最大的國家 它們的成長率是最高的 中國可能是一個 中國其實也不能說是一個例外 因為中國成長率最好的時刻 是它的經濟系數在中間層的時候 是0.2、0.3 就是 改革開放剛開始的那段時期 其實不是最近的情況 所以在貧富差距的惡化 我們會看到 很多的經濟體的成長率開始衰減 有一些基本的理由 其中當然就是包括了 有錢人如果都把所有的好處都拿走 平常就會惡化 那麼你怎麼可能會有什麼機力禁止 那些努力的人其實得不到回報 所以這個是過去30年來 全球的一個實際的情況 是經濟不平等 在一定超過了一定限度之後 基本上是會有非常負面的影響經濟成長 然後 另外一個 同樣是很嚴重的問題 其實這是一個有趣的問題 各位覺得說台灣現在大學生很多 大學入學率很高 那可能很多人會抱怨說 大學生起薪就很低 然後這個大學生的這個 附加價值文憑再貶值 所以上大學上研究所 我們現在都 差不多16、17年 起薪都沒什麼調整 甚至有衰退的年度 但是你如果在全球的 層次上來看的時候 會有一些很有趣的發現 就是說那些大學入學率很小 考試很困難 上大學很難的那些國家 他平均差距會很大 這是可以理解的 為什麼 因為錢都被那些上大學的 少數的可以上大學的人賺走了 就是說技術功能 跟非技術功能之間的所得差距 高層經理人跟低層的 這個一般的沒有上大學的 高中畢業就出來打工的人 他的薪資差距會非常非常的大 實際上也是這樣子的一個發現 就是台灣是高等教育入學率 非常高的這個國家之一 實際上那些高等教育入學率 比較高的國家 他的平均差距是比較小 他平均差距比較小的原因 是因為大家都做了 非常大量的人力資本投資 實際上是使得那些 最貧困的少數人其實是比較少 否則的話這個社會就是 是由上大學的人掌控 所以就是 這個是實際上是所得分配的 另外一個很有趣的層面 就是 國家對人力資本的公共投資 範圍越廣 入學率越高的國家 他平均差距是越小的 平均差距是越小的 然後 這是我另外一個目前在研究的主題 就是嬰兒死亡率 嬰兒死亡率 嬰兒死亡率一般來講是 是用100個活產胎兒 在6個月半年到1年之內的死了 死了多少人 他活下來了 已經做了出生根祭 結果後來在1年後 變成死亡根祭 如果是那種情況的時候 他就變成是嬰兒死亡率 各位可以看到嬰兒死亡率 跟屏幕差距也是有一個非常正向的關係 也就是說 屏幕差距越大的國家 嬰兒死亡率越高 什麼理由會讓屏幕差距導致嬰兒死亡率的提高 美國最近在推這個健保 在歐巴巴任內的健保 是一個血淋淋的例子 就是說 如果這個醫療部門真的開放給資本主義 讓這個大財團徹底開放大財團經營 你國家也不管 也不用搞保險 那後果就是 只有有錢人看得起 是不是這樣 那窮人的時候 他進醫院 先問你有沒有商業保險 你沒有保險卡 誰給你生孩子 生孩子的成本直接負擔了 所以在那種情況底下 出生的死亡率就會提高相當多 也就是說 政府在公共衛生的投入越少 屏幕差距越大 這顯示是這個惡性循環 就是 屏幕差距越大 政府在公共投資 在這個 這個醫療的困難度就越大 因為這個 產業已經是財團掌握了 你要進去 說我們 我們搞個保險 那就 醫療團體先反對你 然後再來是財團反對你 然後 這個保險公司也 也不一定支持你 所以 基本上 屏幕差距越大的國家 這個 因而死亡率越高 而且因而死亡率越高 對國家通常 屏幕差距越高 因為它是反映這個醫療體系 耗費了這個社會多大的成本 所以 這個是另外一個有趣的例子 就是 心機不平等 屏幕差距 為什麼21世紀資本論 那種研究 在這個世代 是重要的 這個 這個是我現在在 在寫的一個論文 就是在講 那個 那些歐洲 那些非洲最窮的國家 不是最窮 其實是非洲 貧富差距最大的國家 不一定是最窮的 貧富差距最越大的國家 它的艾滋病 HIV感染率越高 那 為什麼 艾滋病到底是 跟 跟貧富差距有什麼關聯 一般來講 的艾滋病的管道 那有好幾種 但是 基本上就是 有一些部分 是特別 關聯特別大的 吸毒 這個 賣血 然後這個 有一些是 這個 就是性產業 那貧富差距 跟這些事情有關 貧富差距跟吸毒 跟賣血 跟性產業的擴張有關 它很反映這個富人 有錢人可以從窮人身上拿到什麼 所以 這個 而且它也跟這個窮人的比例有關 因為剛才可以 各位如果看到這個經營係數的介紹就知道 其實 經營係數反映那個窮的部分的人口的比例 所以窮人越多 越容易出現這種賣血 然後這個底層的 這個社會裡面的這個幫派 吸毒 這些問題就會越發展 所以其實 這個 有很明顯的證據證明說 這個 艾滋病的氾濫程度 跟那個國家的貧富差距是有直接關聯 要是透過一些機制形成的關聯 那 這個是我最近刊登的一個研究 就是在講經營係數跟這個 一個國家的受災人口的比例 最近這個 這個又八星成暴 又高雄氣暴 又天津又爆炸 然後又 其實天災人禍很多 各位可以算得出來 這個福島 這個海嘯 所以我們就關心一個問題 是說 那個受災的人數 是不是跟這個 皮膚殺距也是成正比 那 前幾年我去這個 牛阿倫斯做 做這個災難的研究 就發現說 這個 牛阿倫斯 這個淹死人的 淹死 其實淹死很多人 死亡數好像是一千八百多 被 因為颱風過去死一千八百多人 在美國 這是不可思議的事情 這聽起來像是在菲律賓 但是你如果去牛阿倫斯 就發現說這個事情 事情很明顯 牛阿倫斯整個城市 都在海平面以下 所以它是靠一些大堤防為助 那 這個颱風進來的時候 誰住在低瓦地區 你們各位如果去美國 有旅行或者是居住的經驗 就會知道說 美國人都喜歡住在什麼什麼Hill 因為那個都是高一點的地方 為什麼他們住在那個Hill 因為什麼什麼Hill 都是那個名人住的地方 那為什麼要住那個什麼Hill 因為那個地方不會被水淹 那個牛阿倫斯就是這樣一個例子 就是颱風來的時候 一牆之隔 那個什麼什麼Hill 它底下會建一個圍牆 你們如果有興趣去參觀那裡 還有現在叫做Catrina 2 就是那個會有NGO的人在你去看說 他們淹水哪裡淹到你 到底是哪幾個社區被淹掉 那他們你會發現那個有錢人的區域 不僅只有一個Hill 底下還有一個圍牆 把它圍起來 這就是以靈為貨 那個水淹進來的時候 那個水就會跑到旁邊那個低瓦的 那個有色人種住的社區去 所以那個地方 黑人的死亡率就高很多 因為他們都是住在低瓦地區 那所以為什麼受災的時候 都是窮人在受災 我們都是山上的原住民在那邊土石流 順便講一下 會知道全台灣土石流 發生機率最低的地方是哪裡嗎 以區域跟鄉村林來都可以啊 這個其實全台灣的這個 其實這個 這個水土保持的單位 是有做過這樣子的研究 全台灣 這個土石流發生機率最低的地方 就大安區 講出來就覺得是一件好笑的事 廢話當然是大安區 大安區哪有山 但是實際上是 誰會去住在山上 為什麼我要在那邊冒生命危險 做農 其實就是跟這個貧困自由直接的觀點 所以那個貧困差距會讓這個天災人禍 全部都變成是那個最窮的人在承擔這些 那貧困差距就跟這個有關 然後最後一個是 也是一個很有趣的 這個也算是一個很熱門的研究話題 就是貧困差距跟這個言論自由 政治自由的觀點 貧困差距越大的國家越有自由 簡單說就這樣 這個是叫Freedom House 一表示最自由 台灣目前還是1到1.5之間在那邊流動 這幾年偶爾會1.5 但大部分都是一樣 所以台灣這次會TWNR 這個底下就是比較自由的國家 上面就是比較不自由的國家 然後貧困差距跟不自由的程度 基本上有一個政府 也就是越貧困差距越大的國家 越不容易有民主自由 為什麼是這樣? 因為有錢 不自由的國家錢都是掌握在權貴手上 那如果你要拿去公平分配 要推動社會政策 要搞民主 那就是把他的錢拿走 所以那個 最近有一本叫國家為什麼會失敗 就是那個 又打到廣告了 不好意思 真是好輸啊 就是埃斯蒙和Robinson 等一下他們會再出現一次 埃斯蒙和Robinson 就是非常有名的 也是兩個目前頂尖的 美國的政治社會學家 經濟學家 他們就研究出了這個結論 就是說那個越不平等的國家 越不民主 那不只是他們做出這個結論 他們是其中一個很重要的 論點是來自他們 就是說 剛才講的這個 越不平等的國家 如果它是個威權體制 那些威權的掌權者 會想盡辦法持續的鎮壓 為什麼? 因為民主化就是我要分錢給選民 所以為了不要分錢給大家 全都放在我手上 全力也放在我手上 這樣最安全 所以就變成說是 那個不平等跟民主之間 是呈現了一個很緊張的關係 也就是通常來講 越平等的國家 在民主化之前 本來就比較平等的國家 比較容易民主化 然後那個 那個已經是威權國家 又非常不平等的國家 那就要付出很大的代價 就要搞革命 就會有武裝暴動 會有這種激烈的沖憑出現 所以這個是 是那個國家無論不失敗 你們可以去看一下 它裡面其實就講這個關係 那 所以 講這些其實是 是在講這個我自己的研究 我關注那個不平等的後果 多過不平等的起源 但是我們最後還是要回到起源 才能夠解決那些後果 所以我們最後還是會 等一下會花更多時間來談一下 PKT這個需要 那這個就是著名的 實際上是我們第一張圖 的一個變形 就是經濟成長率 跟經濟係數之間的關係 到底是什麼 那如果 剛剛我們其實畫一條斜線 但這個斜線其實不準確 沒有辦法真正的表達 到底平空差距跟 經濟成長之間的觀點是什麼 實際上它是一個倒優型的曲線 這個就是著名的固自奈倒優型的曲線 就是過去30年 數據還是一樣證明了 這個偉大的固自奈 他在1955年提出了這個理論 就是 在經濟成長的過程當中 這是人均GDPR 經濟成長的過程當中 皮膚差距會先上升或下降 PKT其實花了很多篇幅在罵 在念固自奈 不是在罵 他是輕輕地批評顧自奈 但是實際上 固自奈的研究到現在為止 原來是全球的數據證明 他是個經典之作 他已經過世好多年了 他這個發表出來1955年 你現在是 60年前的學術著作 說經濟成長跟皮膚差距是個倒優型 這倒優型是怎麼來的呢 這倒優型的意思是說 一開始這個都是一部分很肩負起來 鄭小平這個畫質好用 一部分先負起來 所以這個皮膚差距會先上升 上升到一個大家不可忍耐的地步的時候 有一些理由會讓這個皮膚差距再次下滑 這個理由其實在固自奈語的文章分作兩個部分 他寫了 好 而且還寫了不少理由 所以不認真看的時候 會忽略其中的一些理由 他提出的主要是兩個觀點 第一個觀點叫做二元論 叫做產業二元論 就是說 這個我們以前1950年代在台灣都很窮 大家都是在 我們的主婦大部分都是農民 所以在70%的人口都是在農村的時候 其實就是一個均貧的狀態 那這個時候工業部門發展起來 會有少數的人從農業部門 跑到工業部門去 他們工資很高 因為他們一開始是少數 等到大量的勞動力吸進工廠的時候 工資才會慢慢的 工資的成長率會慢慢的漸進的提價 然後農民的收入反而會增加 所以 這個從農業社會到工業化的過程當中 他就是一個人口的移轉 就是二元論 一個是農部門 一個是工部門 人口從農部門跑到工部門的時候 最初會導致工資的上升 就是農業人口的外流 然後這個時候 貧富沙區會上升 等到這個什麼時候 農業部門跟工業部門人口各一半 一半一半 轉過去的時候 工業部門人口變多的時候 這個貧富沙區會慢慢的下降 這是一個自然的理由 因為工資高的那一個部門的人口變多 所以慢慢的就變成是 又會慢慢的平緩 成長率會平緩下來 這幾年各位可以注意到中國 貧富沙區就是說 中國最近說 他們的城市人口 剛剛過的人口的百分之五十 就前兩三年也是 現在百分之五十四左右 所以官方也宣稱說 他們的經理系數開始下降 這是基於雙原論的理由 但是雙原論的研究 其實帶來非常多的挑戰 最近有所謂的新雙原論 1980年代以來 有另外一個做貧富沙區非常有名的 叫Galbert 其實他叫James Galbraith 其實他是那個加爾布雷斯 我不知道你們知道 有一個叫寫新工業國 跟那個富裕社會 一個1950年代 六十六十年代 那個甘海迪非常著名的經濟 經濟的顧問 也是叫高文 因為高文是他兒子 就寫評估差距的書 叫做新雙原論 就是說金融部門 就是我們現在的職務業化 所以服務業跟原來的製造業中間 也是一個雙原結構 那這個金融部門 是一個所得高過其他部門 非常多的一個部門 新資所得 所以現在我們面對這個 新雙原論 就是因為金融部門 全球的金融化的市場的崛起 所以導致了一個 融查區再次惡化的一個 新雙原的結構 這是其中一種觀點 那另外一種就是說 這個其實顧志奈 在那時候就講過這件事 顧志奈 各位如果真的認知 去讀他原來的融查 他後面就寫了一段 除了雙原論這個理由之外 他講說 這個雙原論不是貧富差距 調整回來的 它是個必要條件 它不是充分條件 因為說是個充分條件 不是必要條件 這個還需要 城市裡大量的下層階級 爭取權益之後 特別是這工廠裡的工人 爭取權益之後 政府才會去做再分配的動作 所以這個屏幕差距會被壓下 這是顧志奈提出的兩個論點 第一個是雙原論 第二個是民主化 群眾抗爭 然後 然後 所得重分配 然後 屏幕差距解掃 這個就是助理的 複製耐道U型曲線 它裡面所提到的主要的觀點 所以這個就是 先給各位介紹一下這本書 它的重要性 以及它背後反映的是 這個 他們講的都沒錯 所謂的三批 PKT 這個 教皇 還有這個 這個 President Obama 所講的 他們就講 21世紀是個屏幕差距 屏幕差距 解決21世紀的問題 就是要先解決屏幕差距的問題 所以我先講到這邊 這只是引言 就是讓各位了解說 這本書的時代意義 核心觀點 其實是來自於PKT 成功的奪取了這個社會科學的聖杯 就是 開始去嘗試解決屏幕差距的研究 那它這個聖杯其實就是 可能各位如果已經有看過 都知道一個最著名的它的公式 就是R大於G R大於G大概從它提出 就一直被不斷的講 那什麼叫做R大於G 它為什麼可以代表我們當代的問題 R就是那個資本報酬率 然後G就是經濟成長 Gross那個字 也就是說 當資本報酬率大過於經濟成長 因為我們現在普遍常常會遇到 經濟成長率偏低的情況 那很多跟人口的老化也有關係 就是它裡面 其實這本書裡面有提到 滿重點的一個是 還有人口的問題這樣 那 其實它這個R大於G非常簡單 就是各位常民 就是在我們常民社會的生活裡面 我們都會講的 也就是說 就是看你出生在什麼 你是不是含著金湯匙出生 龍生龍鳳生鳳 也就是說 今天你繼承的財產 今天你繼承的財產會比你個人的income 比你個人的所得來的重要 因為經濟成長偏低 所以你怎麼賺都贏不了那些從財產繼承的人 或者是它靠錢滾錢的人 因為它靠資本滾資本 它就可以賺到更多的錢 那如果我們只是一般的壽星階級 那我們就永遠都是如此 所以這是為什麼 皮膚差距會迅速拉達的一個很重要的時代因素 那剛剛老師一直在講就是說 2007、2008年的金融危機是很關鍵的 因為其實這個危機會讓我們意識到 21世紀有21世紀自己的問題 那個資本的問題已經跟過去 100多年前馬克思講的東西不一樣的 到時候講的資本家還是講究的是 你有土地、你有勞工 然後你要蓋廠房 現在的資本家是躲在你看不見的地方 是一切都金融化了 一切都可以變成一種數字 在做槓桿、在做操作 所以最近還有一本書很重要 我也蠻推薦大家看的 就是商周出版有出一本叫大驅禮 其實大驅禮我覺得他某一方面 他在呼應21世紀資本的這本書 那我再講一個就是說 其實PKP他在這本書的 除了提出一個很有名的公式 叫R大驅禮之外 他其實最後還提了一個 經常被非常多人攻擊的 他認為解決這個時代的資本問題 或是說平膚差距問題是什麼 他提出一個全球資本稅的概念 也就是說為什麼我說現在的資本主義的問題 跟100多年前馬克思遇到的不一樣 因為以前我們在看一個國家的發展 講的不平等可能是以國家為單位的 你可以講一個國家裡面的階級的不平等 可是現在這種金融化的全球的經濟市場 他的資本是全球流動的 也就是說有錢人他的資產是全球性的 那你根本就是說他的那個資本的規模 跟流動的規模 跟100多年前是完全不同 所以為什麼PKD他會提出說 那我們今天要怎麼樣能夠 能夠爭得到這些僱人的稅呢 能夠有效的就是控制這個 就是說資本上的掠奪 那可能要透過一個全球銀行的一個監控 就是說這種銀行連線這種系統的一個監控 我們才能夠知道誰誰誰的錢在哪一個國家 誰誰誰的錢在哪一個國家 那以台灣來講就是因為最近就是 台灣其實現在已經加入了 PKD他們有一個研究資料庫是全球性的 裡面有20幾個國家的資料 叫做全球高所的資料庫 WTID 那其實也因為出版這本書 然後也就是說台灣現在在那個 朱晶英老師的那個研究上面 我們也加入了這個資料庫 也就是財政庫那邊有釋出了一些台灣的所得資料 是從1970年代到現在 所以大概可以看出台灣一兩代左右的那個不平等的問題 那台灣的這些資料目前也已經放在 但是也有公開放在那個WTID裡面 但是台灣也有一個問題很有趣 跟別的國家不一樣 因為我們是一個外交上有一點困難的國家 我們跟很多國家的外交關係 基本上是不存在的 所以我們沒有辦法跟別人簽訂很多的 就是有關稅方面的一個協定 所以我們更加不可能知道 台灣有一些有錢人他的海外資產有多少 所以台灣的有錢人的海外資產是一個優零 就是說根本就藏不到 所以這就是台灣一個特殊的問題 就是說政府在看所謂台灣的公所得的時候 其實有一大塊就是看不太減了這樣 那對我來說就是說 等一下可能就是老師會去解釋就是說 為什麼PKD提出了阿拉大一區 那它是根據什麼來聽的 還有就是到底它的理論在目前引發了很多的爭議 是為什麼 因為有一個很有趣的就是說 英國有一個金融時報 他們在這本書剛推出英文版的時候 他們記者花了很大的力氣去找出它數據的錯誤 有說它這裡操錯那裡弄錯 然後就是故意製造假數據 但是PKD對這個它有做了很多的回應 而且它的資料全部都是在網路上公開的 對它不怕大家去挑它的錯誤 那很多經濟學家也支持它說 其實它的那些錯誤沒有影響它的結論 但是非常有趣的是 金融時報每年都會頒一個 麥肯錫的那個年度 就是最好的商業書的書籍獎 就是每年只有一本 然後他們竟然也頒給了它 所以就很諷刺就說PKD自己都覺得很有趣的是 欸你們批評了我 但是你們同時也必須承認 我是當年最重要的一個商業讀書 所以它的那個 這本書它非常有趣的是 這個人還有這本書的很多的爭議 其實都我覺得還蠻 一直是一個話題 但是這幾年蠻少見的一個現象這樣 對 所以我剛才其實已經回顧了一些 就是說這個 其實我們目前的證據告訴我們的是 21世紀確實是要面對屏幕差距更嚴重的問題 它造成了剛才所看到的各種各樣 人們從健康受命 然後受災的機率 到這個人的生跟死 生就是嬰兒死亡率 死的話就是這個 這個最後死於災難還是意外 人的生生死跟這個屏幕差距 跟所得 以至於所得多少 這個屏幕差距有非常大的觀點 我覺得最近我看一個電影 電影就不要說什麼電影了 反正不是一個好電影 但是它裡面講一個很對的事情 就是人生最老貴的 不是錢 是時間 那實際上 這屏幕差距也是換時間的 就是人們會因為屏幕差距 而你的生活 在這個世界上的時間受到影響 那這裡面就有很多的爭議 其實跟21世紀人有點關聯 但是不完全有關 就是基地全球化到底有沒有造成全球不平等的惡化 我們剛才有看到全球的GDP 實際上過去的30年的數據裡面 國跟國之間的不平等程度是下降 為什麼會這樣 因為過去最窮的兩個國家 印度跟中國 一個13億人一個10億人 在全球的60幾億人 現在是70億人中間 他們富起來了 所以只要他們的平均所得 他們的平均國美所得持續的上升 全球的貧富差距就會下降 那這聽起來很奇怪對不對 但是 因為他們國內的貧富差距都在上升 所以這個並不是以人 就是過去說全球不平等下降的這一批人 都不是以人為單位在做統計的 他是以國家的平均所得在做統計 所以導致了一個 國與國之間的所得不平等下降的一個統計結論 但是呢 只要是有個人層次的 我們發現這個全球不平等是在上升的 幾乎所有國家的國內不平等都是上升的 而且國家透過財政重分配的能力在減弱 那接下來的問題就是說 那我們的研究到底要用什麼辦法來研究 過去其實21世紀資本論也有提到這一些 他有回顧一下 稍微回顧一下這一些 過去談到經濟不平等的起源 包括這個持有財產資本階級 國家暴力 就是國政府的掠奪才是不平等的一個重要起源 沒有人那麼說 新階級就是我們剛才講的 人力資本投資 如果他集中在少數人手上 當然會引起不平等 還有所謂的馬爾薩斯主義就是 就是窮人的生育率比較高 這其實現在不是事實 各位 這是馬爾薩斯的講法 不是我們現在的科學研究的結論 就是這個人口爆炸會導致這個 就是窮人生越多越窮 這個惡性循環本身會讓那個 有錢人生的比較少 會讓這個平衡下去直接就惡化 台灣目前1990年代以後的研究都是反的 就是窮人是生不出來之 結婚率生育率都是下滑的 那這個生理差別這當然也是一些問題因素 那也有一些就是在談這個政治體制的問題 那這是過往曾經被人提過 所以說這其實資本論並不是第一個提出 資本本身造成平衡差距惡化 就是R大於C這個問題的第一人 他當然不是 但是這個人們所遇到的困境 其實不在於論證平衡差距 或者是感知平衡差距在惡化 而是拿出證據來 拿出證據來這件事情特別困難 為什麼 因為 因為誰有權利從你身上拿到 所得跟財富的數據 這個地球上 一般來講只有瞌睡的人 才有辦法從你身上拿走錢跟數據 他想要拿到你的數據 所以他才能從你身上拿錢 所以幾乎所有的 我們所能拿到的大部分的資料 資訊 其實都來自於政府 就是誰有權利收集個人財富跟所得的資訊 就是政府 他用槍桿子抵折你 你就要交錢給他 也要交財產的數據給他 但是很多國家的稅收資料都不公佈 他怎麼收他也不公佈 他怎麼花他也不公佈 不公佈對統治者最高興了 我怎麼收我怎麼花你 納稅人最好別管我 所以實際上是 但是我曾經寫信去給新加坡政府要數據 我說新加坡政府 你們到底有沒有評估差距 家庭所得調查 因為我們國家都有 我們都有公佈 基本上新加坡政府甩都不會甩你 新加坡政府甚至有的 做那個研究都會抓去關 會有這樣子的情況 真的不是開玩笑 所以這個威權國家 是不會拿所得資料給你的 他的財政資料怎麼可能會公佈給你 這個中國 我順道講一下中國也沒有 所以中國的都是民間 就是有外國資助下去做的民間抽樣 但是並沒有 並沒有那個官方數字 那這個 所以除了稅收之下 還有一些其他的政府調查 但是這個就是民主國家才公佈 我以前國家大部分都不公佈 那社會機構的調查數據呢 這個目前有所謂的ISSP 就是全球的社會調查 這個會員國 我還是這個組織的會員 這個樣本太少 為什麼 因為像我們中央研究院 每年就是跟各位啊 全國內抽樣 抽兩百兩千個家庭 然後我們進去家戶裡面給你們填問卷 填完之後送你們一張幾百塊的711的禮卷 然後你愛舔不舔嘛 所以 所以這個 你想這個我們的調查員啊 走到那個 走到那個地堡前面的時候 誰會放他進去 我自己曾經在香港也做過這個調查 我只要走到那個什麼海復院 反正就是那種有錢人的集中的區域 你在大門外面就會趕快趕跑了 你說什麼也沒用 所以我那時候還帶了香港訪技局給我的一個ID 都沒用 所以就是這個 我們這種社會調查 那個有錢人的樣本真的很少 偶爾真的還是會有人配合我們工作 我覺得很感謝那些有錢人 但是事實上是我們覺得 通常我們的訪民都進不了地方 就算我們抽到他們的白號我們都沒用 所以 所以這種調查就很難用 然後現在有歐洲的盧森寶數據 其實只有三十幾個 而且他們在跟我們簽約 就是我們幫他們做的 所以其實對我國來講 除非我們要去研究其他歐洲國家 不然的話這個 所得數據是很難用的 用途其實是很有限的 然後剩下的就是 很多學者做了自己研究不公開 數據按看看 其實也沒有用 所以這個 皮肯提是一個非常好的例子 就是說目前的整個經濟學界 其實建立了一個行規 就是他們的數據真的要公布 錯了就錯了 錯了就 就人家罵你 但是基本上就是數據都要公布 那 這個 這個 所以現在有好幾種不一樣的 測量方式 然後有好多不一樣的數據庫 在全世界範圍內 可用的非常少 如果沒有人真的有權力 除了政府 拿著槍桿子之外 沒有人真的有權力 逼你 告訴我們真正的所得 或者你家的財富是多少 這個正好是PKT 企圖去做 這一點正好是 這個書最大夢險 所以 我們現在的全球數據庫 到底有哪一些 我們包括現在有世界銀行的 這個叫WDI 這個是 只有給一個平均GDP所得 有這個 Pain World Table是一樣 跟這個 Wordemail World Table是一樣的東西 OECD 公布30個會有國數字 有一些全球性的歷史紀錄 是在測量這個 這個GDP 但是呢 這些都不包含 所得或財富的分配面 它只是一個國家的加總 加起來 全國大概有多少財富 或者多少所得 有一種估計值而已 所以 目前的跨國所得 比較就是 剛才看到的那個經理系數 全部都來自於這個 世界銀行學者做的 叫做 SWIID 叫Standardized World Inquity Database 這個有179國 大概有三四十年 那 所以各位看到 剛才那些經理系數 就是從這個數據來 但是 這些都是所得 所得 就是我們去推估那些國家的 國民所得 從那個所得當中去找出 不同的家戶的所得 然後算出一個經理系數 其實這個推估也非常的艱難 那問題是財富 全球在過去 可以說好幾百年都沒有過這種 有人去認真整理過這個財富的數據 有一些人整理了 可是沒有像Piccetti這樣拿出來用 所以 其實這本書的一個重大的貢獻 是在於他提供了非常棒的新的數據 告訴我們財富到底有積累的 集中度到底有多大 還有那些人的 他拿走多少所得 那些有財富的人拿走多少所得 所以 他們提供了 那些人的財富的登記跟資料的釋放 有一定的公開度 而且有足夠的長度 因為他們實際上過去也有很多 是包含有些是教區的登記 那個錢是教會的 也那種也都有做財富的登記 所以其實他們英國跟法國 有一個長期的各體層次的數據 然後他們沒有英國跟 Piccetti其實如果你仔細看那個書 他並沒有所有OECP國家的資料 他的資料是從英國跟法國的趨勢裡面 在進一步推估 因為英國跟法國的數據最完整 他用這個去推估全歐洲 跟OECD國家的資料 所以這中間已經有一步跳躍了 這中間當然會有誤差 而且你要問他說 你這推估是憑什麼 所以 這個 但是呢 他還是整理出了這個 0.1% 1% 10% 最高所得主 佔國民所得比例的一個數據 這基本上還是可靠的 他用了這個全球富豪排行榜的財富基數據 然後他提出了一個新的測量指標 就是用資本所得比 來測量歷史上的資本的長期匯率 然後得到一個R大於基的結論 但是問題是 怎麼樣計算資本所得比 你們可能 我覺得我自己看那本書的時候 看到最為發 我才大概明白他的整個計算過程 因為他整本書就要講他怎麼算 所以其實是必須要利用每年的全國投資 等於全國儲蓄的函數 來國民所得帳來進行估計 所以他可以拆開來 拆開來就是說 這個就是書的內容 書的內容就是告訴 Piccate要告訴我們 他怎麼算出R大於基 真本書就是這樣 從頭到尾就是發了 到底是幾頁 八百多的 一千頁 花了一千頁告訴我們 他怎麼倒推 算出這個有錢人 到底得到的國民所得是多少 所以他第二章其實是講整個 所有這個GDP的這個 各種各樣的計算 然後歷史上的長期變化 他講的產出人口通貨膨脹 然後呢 他三到四章講的是 英國、美國、德國、法國 四個國家在歷史上 曾經發展過的這個資本的結構 然後第五跟第六章 再算資本所得比 其實是用儲蓄率去倒推 為什麼是用儲蓄率去倒推呢 因為GDP或者是這個National Income 他的支出面是C加S加G加X減恩 就是消費家 消費家、儲蓄家、政府支出家 出口減進口 另外一面是工資加利潤加 加上capital discount 叫做資本折就加上稅 所以 G大概等於T 就是政府支出大概等於稅收 然後S大概等於I 就是這個儲蓄大約等於投資 所以就是每年的資本贈量 實際上從儲蓄率倒推 然後倒推出儲蓄率之後 再去累積計算出資本所得比 你用這個β等於s除以g 這個是它數上的一個公式 然後倒過來得到r 因為α等於r乘以β 這個你們可以去看它怎麼算呢 總之它就是要告訴你說這個r 這個是怎麼來的 因為s跟g是從這裡來的 是從GDP拆出來的兩個比子 然後得到β 然後r是從這個β算出來的 所以這個r這個 這個其實是從國民所得帳倒推出一個全國的 這個資本 從國民所得上獲取的比例 是從這個國民所得上猜出來 它不是 它不是我們剛才講的個人層次的財富下去計算 因為我們以前我們這些做研究為什麼一開始就放棄呢 因為我們都想說笨笨的想說 我要得到有錢人得多少錢的這個估計 首先我要去估計他的財富價值嘛 然後我得到他的所得收入 一年收入 然後我就可以得到一個收入除以他的財富的獲利率嘛 每個人應該是這麼算的嘛 Piccetti聰明的地方在於 所以他雖然他也去算了那一些 他也發現說美國跟英國那個很難去算 但是他給的是一個 超過1或者超過5的收入 跟一個增加的在全國當中的比值 但是實際上他的算法並不透過個人 他是全國加總層次的r 因為他是從國民所得上算出來 他整本書都要解釋說 他是怎麼倒推的 怎麼推出r 然後因為基地成長率 G就是GDP每年增長的比率嘛 GDP的總增長率嘛 所以G是很容易算的 R才是問題 所以他整本書都在 從這個第一章到大概第六章第七章 都是在跟我們講R是怎麼算 然後R算出來之後 就得到一個大於基 可是他大於基去國家的GDP加起來的增長率 這就顯示說那個投資者的報酬率 在全國當中其實得到了超過基的回饋率 這個 那這個值 所以他的資料其實是有兩層 第一層是從國民所得上倒推出來的R 並不是我們剛才講的那個 從個人層次的所得算出來的R 我剛才講的那個是說每個人我知道他的所得 我有一個戳一樣 一千戶兩千戶 一千戶兩千戶 然後我從裡面得到每個人的家產 然後我再得到每個人的所得 然後再除下去 然後算個平均值 他不是這麼算的 他就從國民所得帳直接倒推 估計一個值出來 算完之後 就是 他也用了什麼 他也用了那個個體層次的所得 就跟我們剛才講的這些 是SWIID 就是世界銀行或OECD 他們國庫的這些數值 前百分之十、百分之五、百分之一 跟基米係數去算這些 那他也算出了這個 最高所得百分之十的國民所得的份額 在這個 在這個 1910年到2010年之間的變化 所以他是一個 他是用這一條線來推翻固執奈 就是 就是 美國的所得 美國所得 沒有限 有線上生活後下降 他是在這個階段 就是固執奈寫書的那個階段 1955年 固執奈看到的這個 倒U型 就像我們在全球的數據裡面看到的 這些倒U型 但是 比特地為什麼批評固執奈呢 他就是說 後面這一個是一個正 這裡就是一個正流行 就是 屏幕差距在 1980到2010 這30年 就是新自由主義的時代 大腐的惡化 大腐的惡化 這個就是 這個 這本書最常被引用的圖之一 就是說 再講說這個所得分配 以前百分之十的人拿走最多 經理係數其實跟這個有點像 就是比較平緩 所以 比特地到底講了哪一些呢 他首先 他把這個 他續算全國平均的 用GDP去倒推全國平均的 資本獲益率 因為他是用 I等於S去推的 實際上他不知道全國資本有多少 應該這麼說 他是用 I等於儲蓄率去推的 那 資本獲益率提高 跟這個所得分配不均的 他就是要去談這個 他談了一些 他談了一些 資本獲益率提高跟所得分配不均的來源的問題 在他的書上其實沒有論證 就是說 他沒有 他可能一些單邊的PayPal有講過這些 可是他沒有 他的書上其實沒有去談 他只是講說 為什麼我們會看到這個而已 他講說 為什麼1970 80年代末期之後 就一個 這個貧富差距起飛 的一個情況 他談了這個 資本利得跟勞務所得 特別是頂端的 英美的資本主義的CEO 管理權的擴張 導致那個高層CEO 就是一個掠奪型的成長 就是很像一個房市騙局 就是CEO告訴你說 我們這個企業將來會如何如何成長 你們來買我的股票 然後呢 現金進來之後 他給自己打造一個黃金降落傘 就說 如果我不幸退職了 然後我就可以領多少錢走 他就把錢領走了 因為接下來的階段 應該是這個企業開始營運不良 沒有達到預期 他就走路 所以他們就把錢拿走 這英美國家的這種管理權的提升 治了這個 他是他在PayPal也講的 就是說CEO把錢拿走 資本獲益率也在提高 而且資本也在集中化 然後資本跨世代技產 靠大優於自己努力 他提出了一些資料在談這個 跨代繼承的問題 不是他做的研究 其實是別人做的研究 然後這個 1970年代以來的這個 經濟政策跟全球化效應 新興國家的資本增長 租稅天堂 租權基金的出現 這些都是 剛才講的金融雙元論 就是 我們現在是一個 從製造業的社會 轉向服務業跟金融業社會 金融業變成是一個薪資高地 又跟剛才農業社會 變工業社會一樣 他變成了一個轉型過程當中 一個屏幕查局的來源 這個 在財團施壓下 政府的稅率 或者說國家能力減少 所以 這個是 他講的是說 我們剛才看到的那種 所得分配 包括說他剛才講的 大學基的這段時間 發生了什麼事 這裡面其實有很多 不見是他個人的研究 他整理的那些研究 最後就是說 這個阿代基這個證據 這個有沒有辦法說服我們說 這是可靠的 接下來來講一下攻擊他 攻擊他就是兩種 第一種就是說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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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iccetti他書上裡面 批評了馬克思 為什麼批評馬克思 馬克思 馬克思是怎麼講的 馬克思覺得資本主義會怎樣 會自取滅亡 對不對 什麼叫資本主義自取滅亡 資本主義 資本主義的 經濟剩餘都來自於勞動 這叫勞動價值說 所以 那資本 越來越不依賴勞動 自動化成度 越來越高的時候 可以從勞動上面 所詐取的 剩餘價值其實 是在減少 所以其實 馬克思用了一個 剩餘價值率的 一個計算方式去證 去證 去說明 這個 剩餘價值 隨著資本集中化 跟積累的趨勢 資本利得比率會下火 這個是Piccetti對馬克思的 批評 就是說 這個講法跟我們看到的 為什麼 因為資本的利潤率在上升 資本掠奪更多 比馬克思講的更厲害 所以就 這個 馬克思的講法是說 隨著資本主義的獲益率在下降 遇到經濟危機 然後無產階級就要革命 那無產階級革命 這是一個跳躍 所以我們先不要聽 我現在的重點 不是在講馬克思 在這裡錯了什麼東西 但是 這個 這個是Piccetti對馬克思的評價 就是說 如果馬克思對聯應該是R小於基 或者R等於基的狀態 所以 R大於基 這個就表示資本利得 其實是在上升 很多的馬克思主義者對這個話很不滿 他們也有人 他們當中也有人 去重新算Piccetti算過的東西 然後 進途去說明說Piccetti講的不對 是因為什麼 但是我覺得 這個核心的問題是那些左派的政治經濟學者 其實很少去真的認真面對這個數字 他們很多批評 可是他們沒有很認真的做了經驗研究 所以他們的研究其實對於Piccetti來講並沒有 其實攻擊性是很弱的 倒不如說Piccetti在很大程度上是他們的同路人 各位都有看到我寫過一篇是Piccetti 我跟一個合作者宋志德先生寫 合作者寫過一篇Piccetti的 過去的傳記的一個很短的文章 Piccetti他是 他爸媽是1968年的那個托派的學生領袖 而且是高中生 這個跟我們那個反克剛那個差不多 很激進的 然後這個高中就載學 你知道嗎 高中搞了學運 就說要推翻1968年 要推翻這個法國政府 要搞無產經濟革命 然後就下鄉了 跑到農村去做自己去下鄉做這個跟工農兵學習 你知道嗎 所以他的父母親是那樣 他父母親在高中就失學了 然後帶著他小孩 他成長的環境是那樣 所以他們家是一個托派的 是那種在法國都算是很左的 那種家庭 所以其實左派 歐洲的左派對他的背景是心知肚明 所以對他的批評也是保留的 雖然說他們對於皮克利公開通擊馬克思是很不爽的 所以這個是 是這個 是這個 是這個左的部分 攻擊他 右的部分呢 有兩個攻擊點 第一個攻擊點 就是說他數據錯 就是剛才講金融時報那個人說說你指什麼地方算了 有問題啊 我不覺得這個是很大的問題 為什麼 因為剛才講的 如果我們一大批人在做那個皮膚差距的都沒有人想過說 把那個GDP拆解完以後 可以算出一個R 然後至少我們有一個R可以衡量一下這個資本利得的大小 不管他再怎麼樣的不準確 皮克利都是很大的貢獻者 對吧 因為我們一開始想的都是從個體層次 先去得到人家的財富收入的資料 然後再來算 這樣太慢了 明明可以從國民所得帳裡面的一些部分部類 就可能可以算出來了 至少可以算出一個全國平均 所以 那個 那一種攻擊我也不覺得是特別有效 然後有一些是 剛才講的 Essimoku跟Romison 就是這個國家為什麼會失敗 這兩個作者 他們有寫一篇延遲批評 那他們也確實是重量級 這個時代的重量級的學者 為什麼 因為他們是主張 一定要搞民主制度自由 要搞這個要有公民自由 才能改善屏幕差距 這是他們主張 所以他們就是認為說 基本上政治制度是決定 是決定生經濟分配最大的 可是 皮克利把 把R大於基當作是一個資本積累的法則 你如果看那個 不管是法文本 或者是 英文本的翻譯其實是很忠於法文 但是這個導致一個很嚴重的誤解 就是經濟學者都喜歡用什麼什麼漏 這是什麼什麼法則 好像這個是一個很死的經濟原則 跟這個物理學一樣的東西 其實物理學上的法則也都有問題 所以這個資本積累的法則 所以他們就是針對這個 資本積累的法則 展開攻擊 他們談的這個南非瑞典 證明這個 企圖去證明說 瑞典民主化跟南非解除 種族隔離 之後 把他們的經濟係數馬上就下了 所以就是說 政策干預是有效的 並不存在什麼資本支配的法則 所以 但是其實 S. Morgan Robinson 在美國都算是那種民主黨 這是屬於左派 跟這個 跟這個 這個克魯曼是同一種 就是看New York Times那種 自由派 在北美洲叫Liberon 所以其實他們的政治立場 跟Piccetti也沒有什麼太大的差異 Piccetti還是他們那邊訓練出來 所以 所以這個 這個攻擊呢 其實 我的立場來看這本書 這些攻擊 只是為這本書的傳奇增添了一些設場 因為 這本書有一些 用確實重要的貢獻 對於這一行 就是估計 到底財富累積的速度不壞 這一行的人來說 他提供了一些指引 那 這本書 有很多沒講到的東西 確實 他有些限制 畢竟是個經濟學出生的學者 他很少談 其實 S. Morgan Robinson 那個也不是無敵放食 有一些 其實地球上重大的 屏幕差距的人 也重分配 都跟 國際關係 地人政治有很大的關係 你如果看到書就知道 為什麼 為什麼 那美國的屏幕差距 刺林應該會掉下來 全世界都這樣 歐洲也這樣 因為 有錢人 因為有錢人 在那段時間 在歐洲的話 他財務就大毀滅了 就是被戰爭摧毀了 在美國的話 就是被大增收 為什麼政府要打仗 然後你 窮人在幹嘛 窮人已經定你上戰場了 已經定你賣命了 你還要從我身上收錢嗎 錢當然從有錢人身上收 所以其實戰爭是 影響 沒有差距分配 非常重大的因素 可是書裡面有講 可是這不差研究主題 所以 這個 有一些是 是說他什麼 他沒講什麼 他沒講就是說 戰爭 國家的介入戰爭 民主跟革命 很多都是大規模的政治 就是 其實這個 21世紀 日本有些 歷史學家的批評 就是說 這中間沒有建立一些規律 這批評也不能說全錯 其實這本書 沒有辦法達到每個人的滿意 就是說 其實我們看到的是 譬如他去惡化一段時間之後 全球的政治動盪跟戰爭 去摧毀了那些有錢人的資產 然後我們重新再來 來到一個成長的事情 其實我們看到是一個 在二次世界大戰互的一個循環 那可能我們又來到一個循環的末端 就是再一次的動亂 跟大規模的社會動亂 跟重分配的一個開端 那 微觀層次上有一些研究 當然他沒講 在美國 貧物差距最大的 不只是有錢人跟窮人 才會有膚色的差別 還有很多因素 所以 所以這個 這些都是在經濟不平的裡面 底下還有各種各樣的變化 他也沒有講這個 更微觀 更社會學所做的這些層次的問題 所以 對 所以 這個是我對這本書的 非常非常謹要 我想說半小時 還是 還是OK吧 大家要理解這個書的 真正的貢獻 我覺得貢獻是什麼 可能跟別人覺得貢獻不一樣 我覺得貢獻就是 他第一次找出了一種估計方式 來替我們解決一些問題 然後他找出了長期趨勢 大概是這樣 我們等一下要進入最後一個部分 就是回過台來講台灣 那其實剛剛老師就是 他其實可能沒有介紹到自己 他其實有主編過一本很重要的書 叫《風世代》 就是大概幾年前 然後這本書也是集合了一些學者 跟社會運動者一起寫的 那也是在解析說台灣的這種 世代的一些所謂的分配問題 正義問題這樣 那我覺得這是一本很具代表性的作品 那其實 從這本書就延續到說 那接下來老師要幫我們講的這個 那台灣的不平等跟社會轉型的這個狀態 那我想要跟大家分享一個新聞 就是也不過就是今天是9月1號 然後昨天8月31號 同時有兩則主寄處的統計 但是它呈現了兩種完全不同的世界 第一個是自由時報經濟日報 他說主寄處說到2013年底為止 國人平均國戶禁止是736萬 然後每個人的財富都增加了60萬 各位有感覺嗎 然後他說其中的大部分的財產的增值 是來自於房地產跟股票 房地產佔了 在這60幾萬當中房地產佔了48萬 然後股票是22萬 也就是說 這是呼應剛剛前面在講的資本的問題 也就是財富的增加主要是來自於房地產的投資跟股票 對 那可能跟大部分的 像我們這次辦的薪資勞動者是沒什麼太大關係 可能我本人到現在為止 可能也沒有擁有任何一棟房子 所以這個增加到底跟我有什麼關係呢 然後另外一個數據是什麼 是自由時報它講 它用了主技術公布的數據在分析另外一個是 台灣的如果分成五等份 全台灣的家務所得 最低的那20% 最低的那20% 它的支出已經大過於它的所得 也就是它根本出不到何其它是負的 它每年的所得是31.7萬 但是它支出是33.6萬 也就是它每年都入不敷出這樣子 最高的那20% 它每年都剩下60幾萬 它可以支支儲蓄是67萬 也就是說它儲蓄的錢還比最低的所得還要多這樣子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說 我覺得統計數據是一個非常吊詭的世界 就是它端看你怎麼解讀 然後端看你從哪一個方向去解讀 它可能可以得出兩種完全不同台灣社會的情況 對 我剛才有講到就是我在2009年開始收集台灣的數據 那這是其中一個文章的數據 就是說 這個就是剛才講的五等份位所得比 我這裡標示的是反的 我用一個反的算法 什麼叫反的算法 就是最後一分位的所得到底是在第一分位的多少 就是台灣前20%的家庭 第一就是台灣前20%的家庭 所得可以養活在最底層的 大概六個 那這個中間 各位如果去看中間三等分位 這也是有點誤導 為什麼要提這個呢 因為這個是叫做 M型社會 M型社會 M型社會在講什麼 大型年一在講說 中間層陷落 中間層陷落 就是由中產階級所得減少 你說看中間三等分 其實過去的 就是20%起跳到80%的中間是三等分 因為社會皆無等 中間三等分叫中產 我們都把它叫中產階級 其實他們所得沒什麼變化 他們占全國所得 他們都沒什麼變化 真正的變化就是領端的那些人 突然拿領多 然後窮的那些在變權 這個 這個人叫M型社會 這個聽起來很奇怪 所以我常常是拿這個 是要來取消大型年一 大家不要 不太信他的 然後這個經營係數呢 就是剛才算的這個 台灣其實從這30年 還是從28.1上升到34.2 我們的主計處常常 因為今年從34.2下降到34.1 或者是變成34.3 就大作文章 可是實際上 那個短期的一年之內的變化值 你可能是來自抽任務查 因為他這個是什麼 他這個都是家務抽資調查 就是大概是台灣 以前是省政府做的 現在是主計處 中部辦公室 他們每一年抽兩萬戶 兩萬個家庭 然後到各位家裡面去說 你這個月收入多少 全年收入多少 是抽資多少 然後用那兩萬戶 算出這些 這就是主計處公佈的 我國有另外一個 另外一個數據來源 就是財政部 財政部如果肯公佈 我們算這幹嘛 所以最近這幾年 我特別覺得很反感 就是我可能反感這個證明有很多 可是做一個學者最反感的 就是財政部最近這幾年 都對於公佈他們算出來的 五等分位 十等分位跟經理係數遮遮掩掩掩 不肯釋放數據 說什麼這個涉及到納稅人的隱私 你給我數據 你給我數據 我就可以算 你可以把那些什麼 知不知道去掉 對不對 其實我們是可以算 可是他 他就是遮遮掩掩掩 所以 後來是 等一下我們講的 就是科技部的部長 就是我院的過去的副院長 朱敬儀院士 終於透過他的有力的這個 他的力量 去拿到了財政部的數據 逼迫財政部公開給學術使用 這是他算的 就是 百分之十的家庭 他都百分之三十五的所得 這個是 就是 每一年的 成長率 那這個是他 他在 他最近算來 包括美國跟英國 還在上面一點 其實比日本韓國都更高 所以你可能會覺得說 我們如果看到這個經營係數 34.2 我已經跟各位講 全球平均大概是四 四十幾 所以34.2好像是 是 好像來遍地 還不夠高 然後 實際上是我們的成長率 過去三十年來 其實我們的成長率 跟全世界是同步的 跟你剛剛看到美國 那很邪的 其實我們邪律也是很邪 所以 其實我們的這個 我們這個屏幕差距 確實是在惡化 我們從一個全世界算是很平均的 國家 變成是一個中等 中等不平均的國家 那 這個問題還不是這個故事的全貌 這故事的全貌是 台灣的問題比這個 我覺得台灣比這個問題更嚴重的地方是 不是屏幕差距惡化 不是屏幕差距惡化 不是故事的全部 故事的全部是 我們的社會流動也才惡化 就是 貧富差距本身 不是 不是個那麼大的問題 這叫做 以前人家像美國夢 什麼 什麼台灣 白手起家 那叫社會流動 那社會流動就是要創業 那其實我們看到的也是 台灣過去的創業率 從1994年95年以來就一路下滑 然後歇業率就是公司官的機率 我通常說講公司的出生率跟死亡率 代表用來測量台灣的流動 就是白手起家 我們台灣的 我們研究員 我們叫做 謝火翔教授叫做 黑手變投家 就是說 那台灣其實是 最近這幾年 歇業率跟創業率是平均的 平衡的 台灣目前的商業登記跟 跟這個公司登記 都是已經到過去十幾年 成長率都很低 基本上台灣的公司 大概在60到63萬家左右 都沒什麼成長 然後平均登記資本額 這個是存活下來的 企業登記資本額 從1985年到2013年 從400萬到 成長到3300萬 大概成長9倍 這什麼意思 我們的薪資有成長9倍嗎 沒有吧 所以 其實過去從1996年到現在 我們的薪資都幾乎沒成長 可是我們存活下來的 企業的資本額成長這麼多倍 成長9倍 然後呢 新創立的企業跟協業的企業 都是這種微型企業 雖然很多的研究 就是很多之前 我也是最常被引用的訪談 就是我告訴大家 不要隨便去創業 因為死亡率很高 然後這個 你如果沒有3300萬 你平均活下來3300萬 你自己看著辦 這個就是一個創業的門檻 如果你沒有那麼大資本 你跟人家玩 你就是變成是這個 創業以之後 馬上協議的這一群 所以 社會流動在停滯 就是你不能創業 不能創業 一輩子當然在心老 然後就是打工 所以這個影響到什麼 影響到很多 影響到我們心理狀態 影響到我們心理狀態 我們中研院每年發兩千份問卷 去大家家裡面問 都問些什麼 你相不相信吃苦一定會成功 大家聽到可能會覺得有點好笑 但是這個指標很主流 過去20年來 1985年問到現在 困了20年 這個問出來真的有變化 這個覺得非常贊成吃苦一定會成功的 在笑話 一個不贊成的人在上升 不贊成的超過非常贊成 贊成還是多數 但是 但是現在不贊成的人 吃苦不會 不會成功 馬琦來問了一題 跟這個搭配 就是說 這個 一個人要靠背景才能成功 同不同意 那其他題一直在上升 所以 就是說我們這個社會 已經開始認定說 我們社會流動再惡化 靠霸足比較好 所以這個 這個顯示了什麼呢 過去20年調查 其實告訴我們這個階級跟世代 兩個衝突點 在台灣開始重疊 年輕人 社會流動不好 他們爸媽可能有機會創業 他們有機會創業 然後這個 靠霸足 靠霸足比較贏 然後這個 這個 幾個重大的這個社會衝突點 就是階級分化 世代衝突 跟這個 佛家認同的問題糾纏在一起 這是這個 我都叫做台灣社會三大矛盾 這三大矛盾的結果是 就是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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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都知道 這個三一八 三三點 那天啊 所以 其實我們今天所面對的也是 為什麼說這個 二十一世紀資本論 或者我剛好寫那個 崩世代 真的是有 在那個時代 在這個時代當中 就是十四兆英雄 就是我們 我們有抓到這個 可能我們的作品當中 有一些東西抓到了 時代的脈動 就是說其實 它 我們對貧富差距的關注是有道理的 那 什麼東西可以降低貧富差距呢 這個是我們用 稅收 跟 稅收就是這個 State Capacity 用這個國家的能力來測量稅 稅收 稅收 這是國家的支出 佔GDP的比例 我們會發現說 在民主國家跟分別 這是我現在在做的一個 其中一個研究 就是說 在民主國家 它可以更有效的 這個 副相關 就是說增加政府的稅收 在民主國家 可以更有效的降低 這個是經營係數 這是全球的數據 在非不民主的國家 國家越強盛 這個經營係數還沒什麼變 比較平 沒什麼改變 所以就是 那個 威權國家 國家越來越強大 在那邊閱兵 它那個錢都不會花到民眾身上 所以這個民主國家 還是會比較多淺化到民眾身上 雖然也是 也是有限制的 但是基本上會發生這樣的情況 那但是台灣過去二十年是 在加稅還是在減稅 減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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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平均的這個 政府支出佔GDP的比例 從大概 稅收佔GDP的比例 從大概百分之十九十八那邊 降到剩百分之十一 所以實際上我們是在這個倒退的 我們是倒退的這一種 就是 政府的租稅再減少 平均差距再惡化那一種 所以 所以接下來 我在報仕代有提到一些解決方案 其實跟BKD講的是有點像 基本上 我們那時候寫了一個很簡化的口號 叫做加稅加薪救台灣 聽起來很粗俗 那實際上加稅 所以 加稅其實還是要針對富人稅 這個在全球基本上都是一樣的狀況 過去二十年 平均差距惡化就是 民主國家也在減稅 威權國家還不見得 民主國家也在減稅 所以就變成說 這些後遺症 非常大 所以這個 我想有一些部分 我們就留到 給我們留一點問題時間來談 就是說 這個是其實我們在當代 在台灣所面對的問題 包括住進醫院士 還有我自己 我們其實也都有 一直在互動在談說 有一些合作的研究方案 希望能夠把我們剛才談的 台灣的處境 也可以放棄國際比較 就是跟BKD的數據庫結合 也包括說 我們自己的研究再去跟 比如說看那個努力 努力一定會成功 那其實不是只有台灣會 那個是全球九十幾國 我剛才講那個ISSP 跨國有研究 我們也想知道 是不是在全世界的年輕人 都覺得把努力沒用 這個世代沒救 所以這個是我們現在 研究的一個熱門的重點 那我們就先講到這邊 現在想要開放一些時間 給大家問問題 那我們知道說 各位有沒有什麼問題 想要分享 可以講述的是提問的 你好 我有兩個問題想要請教 第一個問題是 我前面聽到 就是他 PKD這本書的爭議 然後有很多左派右派的人 對他的一些通緝也好 或者攻擊也好 然後我其中 對他講馬克思這一段 有點興趣 就是想要提問說 究竟經濟學家 對於他們研究的話題 或者是一些議題 他們是想要得到一個真理 一個通緝 還是想要對現狀做一個研究 去闡述給大家的條件 這是第一個問題 然後第二個問題是 剛才講到台灣的那個 老師的口號就是 加稅加薪就台灣 那跟現在我們所謂的 仇富的一個狀態 就像去年 台北市長選戰 就有這樣很嚴重的議題 讓社會大眾來討論 那這兩個 要怎麼樣取得一個平安 老師有什麼見解嗎 謝謝 要收集問題 我們還是幾問題答 這樣子比較大家有對話 要不然我們收集問題 到時候又漏答 第一個我覺得 所以我剛才介紹這個書的背景的時候 其實我個人的看法 作為小弟做為 這個社會科學界的議員 我覺得 每個世代當中最出名的那些作品 他們必須剛好符合 兩三個以上的條件 兩三個以上條件是什麼 首先 他必須是學術上重大的問題 像這個 兵富不軍 這自古以來就重要的問題 第二個 他通常是那個時代的 重大的政治問題 然後 這個 重大的政治問題 就是我們這個時代 我們剛才講 三個P PKD 對不對 所以他們都講說 他們其實是代表這個時代的一個精神 就是說 21世紀最嚴重的 是貧殺菌 每個國家都要處理 不處理 全球會亂 所以就是說 這個 這個是 第三個 就是 那個作品 必須要在研究方法上有一定的突破 然後 你剛才講 就是說 他們剛好都符合其中一種的時候 那我不覺得 我覺得有時候那個作品就會忽略 比如說 一個重大的政治問題的研究 可是他沒有很好的實證支撐 然後 他的這個 或者說 他在理論上 其實大家不覺得他是個問題 那 或者說 他在理論上是個問題 可是他 這個時候全球正在成長 也沒有感覺到什麼不平等 假設 這個 皮基尼這本書五年前就出了 那大家也是把他忍痛在那 他絕對不會成為什麼 紐約時報白毛炸小書 我覺得這是事實 如果早五年出 他五年出這個書 不會這麼慢 所以 所以他也有這個 所以他必須合這三個 我覺得 一個好的作品 在那個時代變成是 零零風潮的 他其實是這三個要結合 這本書其實是一個還不錯的例子 就是結合的 OK 然後就是 是 可以將來也會跟一個經典之作 所以我 我個人是這麼看 因為經濟學者 他自己怎麼想 他當然是在這裡面 可能他會挑一個 他的問題意識 可能是來自其中任何一個 但書會成名 是來自於 這三個 所以這個是我 我個人的 看法 然後第二個就是說 其實我 我也接受一些雜誌訪問 談到這些 我覺得 以這個 目前的資本利得的程度來講 老實說 加一點邊際稅率 這個 當然會人會痛 但是 對這個社會來講 會有一些很明顯 立即明顯的貢獻 比如說 健保制度可以維持下去 然後這個 弱勢者 貧窮線以下的 這些家庭或者是血統 可以受到更好的照顧 那 加那麼一點稅 應該就是已經是一種很和緩的 其實所有BKD 我覺得他自己也是這麼講 他比起那些歐洲 現在還在喊革命的那些脫敗來講 他就覺得他很溫和 因為 加稅 加稅是個很實際有效溫和的提議 他唯一的障礙就是政治障礙 就是因為財團已經控 有錢人已經控制那些候選人了 所以就裡面做不到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一個還 加稅本身 加到什麼地步 才是 才是一個有負面效果的 這個是可以爭議上 是可以整理的問題 可是我覺得台灣現在 邊際稅率11% 這個在地球上 這在地球上有武裝的國家來講 是很低的 基本上是非洲的水準 真的我不是看到 你看非洲一些內戰的國家 就是 國家連基本武裝都不能夠 維持的那個就是10%左右 平均來講OECD有20% 就是稅率 所以我們現在是11% 我們底下就是香港 香港那個就不用軍隊 軍隊是解放軍來的 所以就不用養軍隊 就省23%的GDP起來 但是實際上是我們不可能那樣幹 所以台灣的那個稅率已經過低了 所以加一點稅 適度的加稅 我不覺得是個很激進的提議 另外一個就是說 這個加薪怎麼加 那這個其實 這個也是需要 這個其實這個 這個才是個政治問題 我覺得 其實我們加的都是最低 就是基本工資 那現在加到基本工資的時候 有很大的部分是加到外勞 那我們講外勞也是歧視性用語 所以應該是假的就是移工 所以那個有很多問題點 在這個地方會有很多糾結 但是我覺得這個大方向還是會 會有幫助到一些 特別是目前在做彈性工資 就是青年人那一些 台灣目前大概近百萬 是那種彈性僱傭的 我們講彈性僱傭是三大塊 約併僱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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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那個 勞務外報 人力敗錢 基本上就是這三大支 這那支加起來上百萬的 所以我們加基本工資之後 會這三支會是破億 所以這個比起外勞 那個二十幾萬加務工 那個就是大得多 倍使大得多 雖然多人說加基本工資都是加到外勞 這不是事實 所以這個 這個是一個基本的方案 可以阻止台灣的最弱勢的那一層往下掉 我們從有錢的那邊抽一點出來 然後讓我們的併僱傭 維持在一個比較 比較可以對這個社會未來的發展 長期來講可持續的 永續經營的一個狀態 那至於你講另外一個世代的 其實不是一個資本問題 那其實這我就沒有想到特別多世代的東西 那有機會我們可以再說 我只是想請教一下 因為剛剛提到那個馬克思的時代背景跟比卡提不太一樣 我想請教的是說 是不是這兩個時代的資本的定義也不太一樣 因為馬克思那個時代很明顯的資本的定義是 比較實體的東西 土地啦 機械啦 這些東西 可是現在我們提到很多資本的定義 其實是金融的東西 就是非實體的東西 不曉得是不是 這兩方面的差異會造成有些結論是會有些出 謝謝 我現在先講一下說 剛剛我也比較忽略 有點在嘲笑 聽起來像在嘲笑馬克思主義者 其實我常常被誤解成是馬克思主義者 沒有翻譯很多馬克思主義的書 但是我常來跟他解釋說我不是 但是其實馬克思 我覺得馬克思主義者對皮卡提的批評有一點是正確的 皮卡提自己也承認他在書上有寫 他沒有念過資本論 他卻使用資本論來 21世紀資本論就是用了馬克思的書名 來打他的書 然後這一點就是引起了廣泛的馬克思主義的學術界的困難 那馬克思是不是只談了 馬克思確實比較注重製造業 可是資本論是一本沒有寫完的書 資本論有三卷 然後第一卷是講資本領域核心 就是工廠 因為他覺得攝影價值都是從來沒有生產 那所以就是第一卷其實都是講所謂的生產的關係 其實馬克思說資本不是物 資本不是東西不是看得到東西 是人與人的剝削關係 那個叫做資本家從你身上拿走生產生理 這種勞資關係 這個才是資本的核心 資本是一個社會關係 所以他第一卷就是在講工廠裡面的事情 那第二卷跟第三卷叫做流通領域跟金融領域 所以列寧還有後面還有很多人 其實很多都去稍微有講過這個金融領域的問題 資本主義第三卷裡面 資本論第三卷其實是講金融 而且寫到那的時候馬特斯一直沒有出版 有人猜測 我相信馬特斯本人也有些想法 就是說他對金融的了解有限 所以他寫到第二卷流通領域 就是這個開始講服務業跟金融業的時候 他那兩卷一直沒有出版 寫完之後是格式幫他整理 所以那個其實不能嚴格來講 那些馬特斯主義者會對PKT很不滿也有道理 因為馬特斯的著作很大步頭 他一點都沒看 然後那個批評也可能有一些不是很準確的對準 到馬特斯的一些基本的觀點 比如說馬特斯剛才我講的 馬特斯最在資本論裡面最核心的就是跟你講說 這個是剝削關係 那麼其實PKT沒有講到任何跟剝削有關的關係 這麼說應該不會很過分 看完這本書我有沒有講說 那對資本的READER率是高於經濟成長率 但是那些READER是從誰身上掠奪來的 這個問題其實PKT是沒講的 所以很多人就罵他說 你根本不懂馬特斯 你根本不懂資本論 想不講 或是資本論負責 所以就是有很多這樣子的批評 但是我覺得 我自己在這麼多年的學術的徵入裡面 我覺得讀這些東西的過程當中 我的感想是這個重點還是看貢獻 看資本論增添了什麼 你如果跟他在資本論這個詞上糾纏不清 那你就看不清他多做了什麼 所以這個是我的想法 不知道還有跟我們朋友想要分享的 喂 老師我可不可以問幾個 就是您的觀點的問題 因為之前大概在報稅結束之後 其實就有媒體報導說 有關於那個用報稅資料去做那個所得分配的事情 那當時他們是把它切成 因為我看官方都是切成五份再算 可是那個報導的時候 他是把它切成大概一百份 然後就比那個百分之一跟最後百分之百 最後那一段的差距 結果官方就跳出來說 他講說這種算法是錯誤的 第二他說 所謂那些窮人的部分其實是有包含社會補助 這是算不到的 但是我覺得 我一直對官方這個說法很純意 因為我覺得官方有點都會堅持在這個百分之五 因為這個數據一定是 你切越多差距越大 我不知道老師怎麼看這件事 然後第二個 我知道老師以前好像有接受過媒體房 有關那個台商回友的事情 對那我剛剛看 因為老師剛剛那邊有講說 如果台商現在要活下來 台灣的商人要活下來 他們資本大概要升千三百萬的資產 可是如果台商 大陸現在可能回流的 可能資本額都是超過這個 然後他沒有辦法製造說就業率或什麼 我想說這是我店 然後第三條一個就是 因為也是有關於稅制的問題 那因為現在都在講那個老人老話就是 然後其實現在都 因為大家都在討論說 到底是不是要用 長照保險 或是說是要用 有其他方法 然後有的人都會講說 那我們是不是用 所謂的那種 所謂的指定稅制 指定稅制這種問題 因為這樣可能也會 涉及到那個財產重分配的問題 那老師怎麼看這個事情 謝謝 因為書比較沒關係 等一下我先整理一下 第一個問題是在講那個 哪一個測量才是這個社會科學界 覺得比較信得過的 頻度差距的值 經理係數剛才我講的是一種 五等分位 十等分位 百分之一 百分之五 各位這個全世界都有人用 也就是說這個其實是 然後稅後的稅前的 你說去看那個 這個世界一樣給你的 給我們的資料 庫拉公開的 他給你六個還八個 還有更多的 還有的是消費面的計算 有的是這個 所得面的計算 有的是消費額的 消費最多的前百分之二十的家庭消費額 跟最後百分之二十的消費額 我個人的看法是 就我自己 像BKD還有朱金老師也都有做 就是說 其實那些指數都高度相關 就是趨勢 重點是看長期趨勢 所以我就常常說主計數常常在計較 或者說財政部在計較那個一年兩年 上升多少下降多少 那個其實你看過一天新聞就忘了 你根本不會去管去年怎樣 所以實際上是 大概二十年這個週期來講的話 我們這個上升趨勢是很明顯 所以不管哪個指數都是上升的 所以你說哪個指數比較準 這個 對於那些做新聞的人來講 他當然覺得說 那個百分之一最刺激 或者是百分之五 那個指好像上升初變成九十五倍 一百倍 就很喜歡用那個 那 那 我也不覺得出入島 因為實際上這每一個指 都還是或多少反應類似的現實 那多看一些數據 會讓自己的 對這個整體情況了解會更多一點 就是這樣 然後這個 第二個是講台商回流 那時候是因為那個頂薪 那是去年選舉前頂薪的事件爆發的時候 我們在講那個頂薪的事情 那 那個時候 這我到現在還是堅持說 我覺得台商回流不應該有優惠條件 不是我們不歡迎的問題 是台灣本來在那些清新產業 跟台商回流的那個優惠都是用減稅 對吧 那我們剛剛已經講了大方向 你如果要調整通達菌 那我要加水 你又要減水 那你減下去是 是賠到誰 是賠到 影星嘛 那你如果是這種類型的 這個不誠實食品 我們來講他是黑心食品 不誠實的食品的廠商 來 來給他一個優惠稅率 那 那你怎麼給 給義美交代 對不對 就是那個本土本來很認真做的 你要怎麼給他交代 你憑什麼給那個回流的更好的稅率 而且他做出來是更糟的商品 那我是劣幣足陽幣嘛 所以他說 講那個話是在這個背景之下 就是說 其實我們資本利得不但不應該減稅還要加稅 那如果你不加稅 你也不能給他優惠稅率 因為你給他優惠稅率 你本來在本土好不容易生存下來 那個優質的企業 反而是被你這個 回來是掠奪性的 黑心的廠商 這個追求cost down的廠商 把它排擠掉 如果是這樣 他們就是不好 那其實台灣有很多傳產製造業 好不容易狗原產產 二三十年 那韓新竹苦活下來 去各利後的大資本 都是上 每個都是 基本上都是三億四億人民幣的那個 在大陸登記資本的進來 好那你就再見了 就是人家整碗旁去嘛 所以我覺得這個不是一個 而且這個會讓台灣的創業的流動更弱 所以這個都是 所以我還是有一些我自己堅持說 我覺得台商回流 口頭上歡迎可以 你實質量給他減稅 或者給他外勞配合增加 這個不可以 這個絕對不可以 這做了以後是損在本地 好不容易留下來的優質廠商 所以 這個也是全球化那麼多問題的一部分 然後最後一個是 有關於老化根 老化根 其實這個東西還是有點相關的 我講一個相關的地方 給大家了解 這幾年 主機處在公佈最近的時候 老師在跟我們講的一件事情 就是說所得部分的分配不均 跟台灣的老化有關係 特別是老化的部分 就是他把約這個誤導 就是 那我們知道退休的家庭的所得 如果是依賴退休者 如果他的小孩不在這一戶內 就是他小孩可能是 現在是賺錢的 沒退休的 那麼那個老人家的 獨戶的老人 或者是 就是兩個老人在家的 耐戶的所得就會變得很低 對吧 因為他靠退休金在支持 如果不是軍工教理師爸爸的話 那個屬於家庭是很少的 所以他會讓這個所得分配 突然很多人掉到那個最低所得主 百分之二十的最低所得主 那個主一直在增加 所以屏幕差距在惡化 主機處有一部分的企圖要說 也有些研究者認為這個也沒錯 當然他確實是一部分的屏幕差距來源 但是這個沒有經過很謹慎的研究 跟評估的時候很難說它是怎麼回事 所以你講那個老化部分 還是有一部分是跟 是跟這個我們現在在算屏幕差距實質有關 而且有一些是財產繼承之後 所造成的那個財產繼承的部分 但是這個實質的 比如說該如何報稅 這個我就沒有辦法回答你 這先給你們講到這邊 是不是改革最後一個問題 這個最近男人總統他的評估 就是針對企業內 就是針對快要退休的人 實行逐步減行的政策 那不知道你覺得這個看法怎麼樣 那另外我自己以前在上次公司做過人 就在發 就在發 就是那有關這個 薪酬獎金的資訊 我發覺 高階層 當年有一點的薪血額比 低階層的要高 然後碰到年中的時候 又有股幣 低階層的要高 碰到股票會濃 的時候 又比低階層的要高 所以那差距就會越大越大 那你是不是有什麼方式去改變 這樣子的想像 就讓你改變一點 後面對我先講 就是 其實我自己有一邊 因為我當時也是從財政部的資料來的 我有講到說 台灣現在所得 所得比裡面增長 就是最偏的那幾種 其實是鼓勵 房地產鼓勵跟這個業務執行所得 它對於這個貧富差距的貢獻度 都大過薪資所得 台灣的薪資所得 確實在惡化 但是惡化的幅度 遠遠小過 剛才前面講的 業務執行 福利跟房地產 所以 所以這個就是給我的一個心理 大概有譜 就是哪一種東西是有生產力的 你說薪資 貧富差距稍微拉大一點 有一點生產力 這還說得過 那後面那幾種就很難講 所以這個跟我們這個稅收的調整 方向應該會是相關的 所以我們應該從誰開始帶頭瞌睡 這個是給我們一個參考的方向 第一個問題是那個 南韓的那個 那個 道務域行所得分配 就是他希望把那個 那個延長世代退休前的所得減下來 我不太確定 我覺得普錦慧有一個好處 就是他不用別的認證 韓國總統只能選證 你們知道嗎 所以他們有 他們這個設計 他到底是說 這個你可以幹一些 你不用罵你的認證的事情 但是我覺得 我覺得有 台灣是需要一個世代的調整 因為台灣現在很清楚的是 我不知道各位記不記得 其實我有仔細看財政多 2009年到10年那一年公佈 有一個特殊的數字 很少人注意到這一點 就是所有的年齡層的 那一年申報的所得都在下降 但是55到59歲的是另外 為什麼是另外 那一年房地產還沒有下跌 後來還漲起來 所以變成說現在是房地產所得 跟世代是相跌的 就是那個世代的人控制財富 就是台灣經濟起飛的那個世代 累積到最多財富 然後這財富沒有 財富會移轉到他的子孫身上 代監繼承 然後就用階級複製 所以 這個是一個嚴重的問題點 那我覺得在台灣來講的話 除了軍公教那個18%那些 大家都覺得可能要做調整 因為其實國庫是沒辦法支撐的 被我給我減稅 哪裡拿錢去養他們 所以 所以那個軍公教的部分的那個部分 可能可以做一些調整 但是這個不影響大局 為什麼不影響大局 因為薪資所得不是這裡的重點 我剛才已經講過了 薪資所得你去把它調整 因為說退休錢又減下來 其實是減到一些 除了一些高薪的人 高薪的人 非常高薪資的人外 其實那個影響都不大 因為真正的 真正不平等跟最高所得者 是財富擁有者 是業務執行跟鼓勵 還有房地產生 所以 那種去企圖去從薪資做調整的那種政策 我覺得 他在台灣實行的成效很可疑 你不如就對那些人磕睡比較快 所以我是這麼想 今天就是因為時間的關係 那很謝謝大家 帶到這時候 然後我很想跟各位說 其實大家各位在關心的 我很建議大家還是看這本書 因為每一個國家的不平等問題 它其實是一個國家的故事 然後在佩提書裡面 它大概講到十幾個國家的故事 我想回應剛剛有一個主者問的問題 其實我要做這本書 跟我受到他的感動很有關 我建議大家就是說 如果你覺得看完這本書很累 其實一定要把他的導論看完 因為他要講的就是說 他為什麼要做這個研究 是因為他到美國念書的時候 他發現經濟學家都在追求數學的定理 都在研究那個沒有人看得懂的東西 也就是只有他們經濟學家看得懂的一些公式 那他覺得說為什麼經濟學家明明要回應是社會最重要的問題 就是錢嘛 財富的分配 那為什麼經濟學家不做這件事呢 所以他就離開了美 他的美國夢就幻滅了 他不再追求要在美國最好的大學肯教書 他回到了法國 所以各位要知道他不是現在還成為研究學制的英雄 他其實從他二十幾歲 他就開始在蒐集所有國家的意料 所以他開始寫的一本重要的著作是研究法國的 從法國大革命到現在的財富分配動態 所以是因為有這個基礎 他才有辦法寫這本二十幾歲第四本論 所以我會覺得說其實 這是他很感動我的一個原因 就是我覺得他這個著作值得出版 因為他帶有一個經濟學家的社會責任 也就是他不是躲在他的研究室算數學而已 他必須要把他研究的東西對社會的未來指出一個 我覺得不是一個答案 但是它是一個方向 那我們今天謝謝林老師 謝謝大家